大家好,我是农璋丰尼 美国疫情一直无法消失 餐厅业者是损失最惨重的一个 很多餐厅关门停业或直接结束营业 有些餐厅采取自救措施,特别是禅食 大公司直接关闭禅食,只允许外卖 以前这里有桌椅,现在消失了 楼上有堂食区也分掉了 现在只允许外卖 堂食的桌椅直接用分条分住 像这种小公司开始自救模式 搭了很多这种库外帐篷做堂食 因为美国现在不允许室内饮食 但是允许室外饮食 了很多东西 重新银服 安心 火 银 红 火 火 火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发现很多人剪破烂 以前我做过剪破烂的视频 很多人在底下留言说剪破烂很赚钱 但是我总觉得是没办法才去剪破烂的 如果叫我去剪破烂真的是需要元气 剪破烂的视频 今天垃圾回收站排起了餐楼 我去剪破烂的视频 我去剪破烂的视频 好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请订阅留言 谢谢